反贪会找上大马旅游局一天就签约挪用1196万,这次旅游局真的是要Qtai,Qtai Malaysia了。 吉隆坡11日讯,大马旅游促进局总监拿都斯利米尔扎指出,基于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到该局带走相关文件,以调查该局只用一天时间仓促与一家本地公司签署合作被忘录以示,因此拒绝进一步评论。 Sponsored Links 你应该向反贪会询问此事,因为他们已经取走文件,进行研究。 他今日到Ellam大厦向资政理事会进行闭门检报后,受到媒体追问时,如是指出。 他说,此次简报提及如何推动旅游业,及该局对旅游业未来的展望。 大马旅游促进局前主席黄朱强早前在部落格撰文指出,今年5月6日,大马旅游促进局向Giku Tech有限公司,支付了1196万3160令吉。 但据消息透露,旅游业,旅游业当时凑不足这笔钱过账,就从2018-2020年大马旅游年运动的宣传拨款中挪用。 Sponsored Links 他也揭露,旅游促进局只用一天时间,就仓促与一家本地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,透过中国腾讯宣传大马旅游。 网友评论 一些完成15%的工程就给了85%的钱,一些还没开工的就给了60%的钱,现在又来一单千多万的case,难怪国家会债台高筑啊。 相信还有更多的案件没有曝光,请执法当局加紧力度,超贪官的家,取回不易之财。 新盟新政府,加油! 这样一直爆打锅,反弹局会不会很危险? 509%过后千支原来大多数开咩咩部门都有脚水问题开。 无习三头50万。习玉亲都千万过一开。